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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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你是誰? 我是Faceless Hacker 為什麼你是我的電話? 現在的資訊,你還有私人嗎? 剛才你們的對答,我看到了 是 你發給我的程式,不是防止我被人接的嗎? 那個程式是讓我知道什麼人接你 那有什麼用? 最少讓我知道,接你那個是精神訓練的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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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倆珈 警方 胡先生 姑娘 叫我守抗家 你是讀几个圖吗 嗯,那你相不相信,很快就是世界的沒人了? 又多快啊? 如果我說是2012年呢? 你也看了一部電影嗎? 我昨晚很認真地看了你和哥哥的網絡 在上網看了很多資料 北韋33.33度的地方 流傳一個關於人和帶落天使之間的傳說 而在這個位度上的所有地方 都被統稱為鳳凰 Philmason在北韋33.33度美國的土地上 建立了兩座城市 是為了紀念他們所相信的另一個傳說 當中包括了埃及假神Horace、何魯斯 塞落的文明、阿特蘭提斯 甚至有天狼星 但是這些結合天文地理的傳說 原來都是用來提醒有關世界每日的一種記憶 Filmason的圖片、文獻和資料當中 都經常出現金字塔、鳳凰、OCAI等等的圖案 因為他們都相當崇拜這幾樣東西 但是當人對天文、聲秀、加上聖經 再進心研究的時候 發現了一項有關鳳凰的驚人秘密 世界各地不同的國家、信仰、種族 都同樣有關於鳳凰的傳說 可能你沒想過 原來鳳凰是代表著世界上每一個古老民族都相信 每當世界的文明被毀滅 都會有新的文明從灰塵中復活 好像鳳凰一樣 而Filmason正正就是相信這件事 世界將要毀滅 但是它會由敵基督帶領下重生 但是真正最令人震撼的是 鳳凰原來是創造宇宙萬物的耶和華神 刻意隱藏在星獸之中的一個秘密 並且和2012年這個每日信息有重大的關係 神對星獸運行的設計 是為了要讓我們知道 祂才是真正的神 神清楚計算銀河系和地球之間的角度變化 加上天體星座的移動 將會有一天 全世界都會見到鳳凰出現在天上 而這隻鳳凰 又竟然和主耶穌在二千年前的事奉路線 息息相關 就好像一個活劇 暗藏著他第二次回來 施行審判的時間 這一切都讓我們知道 神是完全掌管萬有 並且預定世界的開始和終結 雖然你和我哥的做法是絕對錯 但他的資料很多都是真的 那你又怎知道是真的 他的資料是來自很多不同的人 包括不同的國籍、學歷、信仰和不同範疇的人 但他們說的話竟然可以互相吻合 而我覺得最重要的是 他們的資料很多都跟正經吻合 那…即是你們這些基督徒 全部都相信我了嗎? 不是 很多人根本就不肯相信 也都接受不了 不過正確來說 2012年並不是世界的沒力 但他有可能 已經是在聖屋所說的七年大災難裡 你今晚約我出來 不是想帶我信耶穌嗎? 你願意跟我出來 是不是你願意跟我信耶穌? 不是 因為你好像我那個認識的人 我沒有信任 那你 loin是人 我沒有信任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